苗栗縣動物保護教育園區 今年一共收容了兩千四百多隻毛小孩 那最近氣溫變冷了 園區人員貼心幫小貓咪的籠子鋪上毯子 同時也加裝電暖燈 以免貓咪感冒 另外苗栗縣議會的十二名女議員 不分黨派 陪同縣長夫人 前往送上貓罐頭 還有貓沙 為貓小孩寒冬送暖 這裡是苗栗動物保護園區 最近氣溫明顯下降 冷風不斷地灌入貓房 工作人員趕緊加條毛毯 蓋在貓咪的籠子外面 阻擋寒氣入侵 另外保暖燈也早就準備好 加裝在籠子裡 以免貓咪受冬感冒 冬天是不是它就多了一長被子 它如果有燈它就會暖和 和以往的流浪動物收容所不同 如今苗栗動物保育園區 一共收容了2458隻毛小孩 不但環境干净整齊 而且對毛小孩有區隔 健康的專區 生病休養區 和長照區各自分開 在歲末寒冬之際 苗栗縣長夫人陳美琪 也特別請來副議長張淑芬 在內共12名縣議員 一起捐贈毛小孩飼料和貓沙 愛毛小孩的人 能夠來這邊認領 然後讓這些貓群 有一個幸福 很快樂的家 今天捐贈的不一樣的地方 是捐贈給我們的毛小孩 苗栗動物保護防疫所 也呼籲民眾響應 以認養代替購買 讓原本流浪在外的毛小孩 擁有新家過個溫馨好年 記者張新潔 苗栗報導 記者張新潔 苗栗